哈哈哈哈 你陳腐有什麼 哈哈哈哈 那整個好吃的耶 這家餅真的很傷 口感粒粒分明 不會爛爛的 然後膠質滿滿 我感覺我可以來兩碗 我是小師傅希 歡迎來到我們頻道 我們今天來到一間 監業會館 他們有一個新品牌 叫金月軒 聽說他的考驗很厲害 對 聽說很厲害 開幕期間有活動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走 走吧 那個 怎麼想 我鬆包 有古色古香的風格 又很高雅 走到這邊不自覺都有氣質的 我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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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葉餅一桌都會有十二片 你一壓三次就是十二片 有人服務真不錯 我要黃瓜 那個很清爽 那個很清爽 這就是大口吃肉的爽感 滿好吃的耶 我還放一下下 而且裡面也有小黃瓜跟蔥白 很清爽 很爽 它壓扁真的很香 很爽 這是工寶松花臭豆腐 一口下 這個真的有辣 果然是工寶 它的辣度比小辣再高一點點 可是滿香的 然後它的臭豆腐很可愛 它油切都小 可是因為它小顆 所以它相當入味 超有味道 而且看起來皮蛋也是有炸過的 它炒鴨架是有米血的耶 米血有切零芯片耶 看起來就很好吃啊 香酥香酥 它炒鴨架的米血滿好吃的耶 這個我喜歡 有鳳梨有咕嚕 它鳳梨滿甜的耶 它這個超特別的 它外面是很酥的那種 然後裡面滿嫩的 天啊 它怎麼弄的 它應該是炸過才去淋昂醋醬的 麻油鴨墨魚蛋 它是很好吃的耶 它口感粒粒分明 不會爛爛的 它的麻油鴨墨醬真的很好吃 然後裡面的香氣又很足夠 它那個味道又很勻 不會哪邊有味道 哪邊沒有味道 好 太幸福了 專第二碗了 這真的好好吃喔 要不是前面有三菜 我可以吃三碗 酸白菜包鴨骨湯 它這是一亞三食 然後一個是片鴨 然後另外一個 這是炒鴨架 再來這個 這是鴨架的另外一部分 就在這邊啦 酸白菜包鴨骨湯 像一般外面那種 山材豬肚湯很像 只是它把它換成鴨架而已 我覺得這家店豬肚也滿搭的耶 這皮的味道會有一部分在湯裡面 所以你的湯會有那個鴨肉的香體 鴨鵝雪蓮湯 這是打卡送的 冰糖鴨鵝蓮子湯 打卡送的 嗯 要讓你看我可愛吧 你吃破什麼 我好可怕 它真的燉到入口即化耶 然後膠質滿滿 我感覺我可以來兩碗 而且感覺很多的膠原蛋白 單獨去開甜品店都可以吧 所以你們來的話 記得一定要打卡起來喔 而且各位很跟講 它接下來有開幕活動 6月12到6月底 你來買烤鴨就折500塊了 限時活動 哈囉 我吃飽啦 我很少吃到鴨肉 鴨皮還會流汁 流口水 而且它一切開下去的時候 其實超級香的 很可口 我覺得它那個鴨皮 真的有一點厲害 對 真的 還有它那個糯米飯 它糯米飯超香的 它的麻油的香之外 還太 唯一會帶著甜味 超優質的 然後你剛吃的時候 是有濕潤口感 我很少吃到這麼厲害的糯米飯 它鴨肉好吃 所以它鴨油自然會很香 它鴨油很香 所以當然糯米飯也會好吃啊 公保松花臭豆腐 吃起來也很香 而且它臭豆腐小小顆的 好入味啊 臭的夠味 糖醋鳳梨菇老肉 它的菇老肉 也是很特別 它肉外酥內嫩的 我覺得片鴨超好吃 一定要來吃片鴨 今天是開心的一天 那最後各位有想看我們拍什麼吃什麼 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